一、为了保护自己不被偷猎者猎杀,非洲相已经计划出了部长象牙。 而这也不幸地伤害到了他们自己的种群。 二、1923年,一名赛马骑师,在比赛时犯了致命的心脏病。 但他的坐骑却完成了比赛,这也使他成为了首个,也是唯一一个在死后还赢得了比赛的骑师。 三、唐朝时,鲤鱼跟皇室有著非常密切的关系。 因为天子姓李,所以朝廷禁止人们吃鲤鱼。 到了武则天时期,鱼虾都不让人吃。 四、熊猫宝宝出生时,还没老鼠大。 五、冰岛上没有铁路系统。 六、罗马人和波斯人之间的战争,是历史上最持久的战争。 总共持续了超过六百八十年。 始于公元前五十四年。 在公元六百二十八年落下帷幕。 七、明朝明武宗时期。 朝廷禁止平常百姓家养猪和杀猪。 为者被抓到都要重罚。 因为明武宗姓猪。 生肖也是猪。 杀猪犯计。 八、在挪威一个偏远的岛屿Svallbert上。 死亡是非法的。 因为那里的土地是永动土。 移铁是无法安然下葬的。 如果你快死了。 那得死回挪威大陆。 九、全世界饮食中,有75%都来源于仅仅12种植物和5种不同的动物。 十、大象觉得人类很可爱。 就像人类认为,小猫小狗可爱一样。 十一、吉尼斯世界记录的经理,开始弄吉尼斯世界记录大拳,是因为它因为找不到速度最快的猎鸟记录而烦躁的要命。 十二、舌头是人体中,唯一一个只有一头有连线的肌肉。 十三、闪电的温度,可以达到53,540华氏度。 这比太阳表面的温度,还要热上五倍。 太阳表面只有10,340华氏度。 十四、秦朝时,有法律规定男人,1米52,女人1米42以下的。 犯罪不用承担刑事责任,长得矮就是可以为所欲为。 十五、在随朝,考课举落选后,考生是要接受处罚的。 随朝规定落榜的考生,要喝一声墨汁。 考卷书写聊草的也要罚喝一声墨汁。 十六、在宋朝。 如果你想要卖掉自己的房子,需要让自己家的七大姑八大姨,以及周围的邻居等上百号人化压后,才算合法出售。 十七、与独特的气味,实际上来自于植物油、细菌和臭氧。 十八、香草的味道有时候是用海梨的尿做的。 十九、邮轮上有可以放置十具遗体的太平间。 平均每年死在邮轮上的人数是二百人。 二十、人类没有唾液是尝不出食物的味道的。 二十、人类没有唾液是尝不出食物的味道的味道。 二十、人类没有唾液是尝不出食物的味道的味道。